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標股偷開車 我是王明松 帶你輕鬆 賺大錢 今天台股大跌140點 就在8月份的第一個假日 今天8月3號第一個假日 台股大跌140點 中規的原因一樣是 投資人信心不足 再強調一遍 不管你信心是不是充足 我都要告訴各位 指數已經跌掉1500點了 再悲觀 再恐慌 也不要在這裡恐慌這樣好不好 信心不足是導致台股擴底的主要原因 但台股已經跌掉1500點 已經跌很深了 就算再讓它多跌個100點 200點 都無所謂啦 來 真正的關鍵是什麼 這裡操作的關鍵是 懸股 我說跌了1500點 這裡再跌 今天是破底的啦 可是我想問各位 再讓它跌100點又怎麼樣 它還是大跌啊 它還是在地板上啊 所以說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這裡為什麼你不敢買 因為你不知道要買什麼 如果你知道要買什麼 而且你知道它未來會有大波段的行情 你現在會怕嗎 很多人在等的就是這個時刻 我要強調一遍指數本來就是會漲會跌 最好的買點已經是在大跌過後 可是很多時候啊 投資人在大跌過後一定不敢買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會漲 所以要強調一遍喔 我再告訴各位喔 今天我一樣跟各位 我今天的考訓也是告訴各位喔 台股再度出現大跌 挑戰8500點整數關卡 已經跌掉1500多點了 破與不破那都不是重點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選股跟策略啦 如果你的選股是對的 今天台股大跌 你的股票照樣在漲啊 對不對 那你放心啦 我們帶各位追求的是長期穩健的獲利 不是每天都拿不一樣的漲停板 來跟會不會分析 你看我的節目 我從來不做這些事情喔 來 一樣啦 這是上禮拜 台股一樣大漲啊 有沒有 那為什麼今天會大跌 因為信心不足 我都講過了啦 但是台股的低點一定是不遠的 不然它上禮拜不會大漲 我是要告訴各位 你的操作將是關鍵啦 如果你會買會賣 股票市場依然是你的提款機啊 沒有行情好壞的問題 重點在於你怎麼操作啊 很多人講 老師啊跌1500點 這怎麼買都賺 這個怎麼買怎麼可能賺錢 難道它沒有反彈嗎 難道它沒有反彈嗎 重點在操作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台股大高檔你有賣 大跌你就敢賣 那你買股票的原因是因為 你大漲你會賣 好 有沒有漲 我是不是在在叫你買 那買完有沒有大漲 是不是從6月17號一路大漲到6月25號 這個過程當中是每天都漲 那如果每天都漲 漲到6月25號你要不要賣 我不是講而已喔 6月25號當天我怎麼告訴各位 我賣股票我要告訴你為什麼我要賣喔 不是我們要賣股票 是台股人要短線的高點 它一定會修正 與其爆上又爆下 還不如收回資金等待更好的機會 那個別股的部分呢 我一定有賣 我待會一一跟你分享 來 所以說呢 當你買在底部區 當股價大漲你懂得賣 那台股大跌那又怎麼樣 好 是不是每一天都鬆鬆地賺 每一檔大賺都有賣 這是6月25號隔一天6月16號 後面緊接著連續性的暴跌 有沒有 連續的崩盤 我們在吃蘋果 我們在玩遊戲 一路賺下去 因為台股暴跌 我待你買的是新象 有沒有 有喔 6月9號禮拜一 台股大跌200多點買新象 有沒有 6月30號新象小漲 小漲 加碼新象 7月1號新象大漲 7月2號新象漲鈴板 真的沒有行情好外的問題 因為台股暴跌一百四年 新象創新高 有沒有 7月8號禮拜三 台股大跌274點 新象被壓回來 開心玩遊戲 再加碼 加碼完 台股崩盤 又大跌200多點 新象噴出 每一個人都大賺 緊接著改寫波段新高 拆點又漲停板了 我想問各位 行情好不好 行情不好啊 可是你會買 會賣 你照樣大賺對不對 那我有沒有賣 當他在休息 當他在整理的時候 我不會叫你死報活報 我會請你把他全數落袋 假減坦 雖然賺得不多 但是你還是賺 當你賺完了遊戲股 台股又暴跌了750點 請問你告訴我 你敢不敢買 你會不會怕 你當然不會怕啊 而且你一定敢買對不對 包括我們帶你買了 太陽能鑽到翻掉 這待會再告訴你 來 一樣 太陽能鑽到翻掉 緊接著遊戲股鑽到翻掉 然後咧 最不要趁現在對不對 是不是再度大漲 7月10號大漲119點 隔天大漲90點 再隔天早盤大漲45點 連續大漲我怎麼告訴各位 新竹流再度大獲全勝 再度獲利落袋 有買有賣 才是 爭 贏 家 有 在這 是在這裡 這一天我帶你賣普瑞大賺出場 這一天帶你賣昂寶大賺出場 這一天帶你賣南光大賺出場 緊接著封碟 為什麼你不敢買 我一樣把南光買回來對不對 今天南光大漲 台股大跌140點 南光火山爆發 代表它是下一波的主流 我都講過啦 我都不贅述啦 來 所以說 我再強調一遍喔 不是行情不好 是你有沒有買對 你的策略對不對 當你買對 當你買對 你懂得賣 就沒有行情好壞的問題 所以說 在這一波修正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條件是 你要買對 緊接著你要懂得落袋 那就沒有行情好壞的問題啊 因為你在等什麼 你在台股 你在等的是台股崩盤過後的大行情 一定會有啦喔 那 真的跌了 你敢買嗎 很多人最近在分析 在研究的 在討論的都是太陽能對不對 因為太陽能最強 我想問各位啊 台股崩盤太陽能怎麼樣 狂飆對不對 我有叫你買在這裡嗎 甚至我在這裡告訴你 當股價大漲過後 大家會開始在意它的基本面 它的獲利 我想問各位 你今天去追 你過去這一個禮拜去追 你過去這一個月去追貿敵 會不會賺錢 通通都不會賺錢 你只有在底部 敢大買的時候 才會大賺 對不對 那明書有什麼在這裡帶你買 6月9號 龍頭太陽能 大轉機冒底 此處買進多單 第一步洗標 6月10號 我請你加碼冒底 有沒有 那請問我們買在哪裡 是不是6月9號這天 6月10號隔天 然後一路大漲 還是現在叫你買 現在大跌喔 今天爆跌喔 如果你買的是6月9號 6月10號 在這裡 你現在還需要去追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又可以輕鬆大賺出場 我不是賺最多的人 我賣掉他還在標 他還在創新高 但是不重要 重點是 我懂得賣 我把錢放到口袋 冒底 大賺出場 對不對 賣到還在漲 所以都不贅述啦 有沒有 你有沒有在高島賣掉 我們在這裡帶你買 在這裡帶你賣 現在已經跌回來了喔 而且還跌破了喔 如果你沒賣的 那你爆了這麼長一大段時間 不是都浪費掉了嗎 代表股票是要有買有賣 我還在想你一遍喔 我們給各位的是百分之百的實在 我們帶各位追求的是長期穩健的獲利 所以說我們給各位的是什麼 三大保證 保證代進代出 一定買得到一定賣得掉 保證絕不凹單 所有的操作一定有憑有據 你收到 跟我收到一定是一謀贏的 這才就是實實在在的獲利對不對 那我請問各位 茂迪你有大賺嗎 新日光你有賺嗎 通通大賺出場 緊接著原相 買進加碼噴出賣掉 再度大獲全勝爽爽的賺 緊接著新日光買季賣掉大賺出場 我想問各位 有行情不好嗎 重點在於你怎麼操作 你的策略對不對 你懂不懂得買對股票 你懂不懂得賣股票 當你懂得賣股票 台股跌1500點 不是好事嗎 如果你想買股票 你要在哪裡買 你當然希望台股跌多一點嘛 那請問你告訴我 1500點多不多 再讓它跌100點好不好 好啊當然好啊 為什麼不好 對不對 所以說不用害怕 重點在於你買什麼股票 太陽能的茂迪 我是在這裡帶你買 不是在股價大漲才叫你買 這我不贅述啦 剛剛我講過啦 那後面我帶你買什麼 我帶你買南光對不對 7月9號南光 台股暴跌我買南光 為什麼台股暴跌我們買的股票會大賺 因為我們買的是主流 打完底正式突破的鴨尾 我帶你買 台股崩盤當天跌200多點 我們的南光狂飆 很累很壞 隔天漲停板 你有買過股票當天馬上大賺 隔天漲停板嗎 請接著 創新高的時候我帶你賣 當然我也不是賣最高 因為我賣掉的它還在飆啊 那這不是重點喔 南光我請你先獲利落袋 因為我們帶你追求的是什麼 我再講一遍啦 我們要追求的是長期穩健的獲利 所以說當我們股票有賺 該賣的時候我們要賣 那為什麼要賣 很簡單啦 代表大盤還會跌啦 來 所以說我們帶你把它賣掉 大漲6塊半輕鬆的賺 有齁 有齁 有沒有輕鬆的賺 有沒有輕鬆的賺 那什麼時候可以買 等它跌下的時候就可以買 南光利用這兩天擊殺的時候 買回多單 買回台股暴跌 請問有沒有漲 後面又被打下來 沒有關係啦 這點我沒了齁 差沒有拉上去 所以說我們請你先賣掉 不管有沒有賺錢 請你先跑 你可以避開修正 等你避開擊殺之後 再把它買回來 好 當天是跌到39塊了齁 我請你買回來 請問你告訴我 台股暴跌 過去三天又跌掉350點 難怪有沒有跌 有啊 但是它比台股還強 相對抗跌 它驚得起考驗 所以說我還是要告訴你 只要形態沒有破掉 我們就強力看好 甚至我認為它會有波段行情 我想問各位 在上禮拜結束之前 我帶你做什麼事情 我帶你買進 再加碼買進 有沒有 盤下買進 而且重點是 當天我唯一的一通過信 就是請你去買南光對不對 我還告訴你 它是下一波的主流 因為它不佔指數 因為不佔指數的生氣 它會成為下一波的主流 所以說南光我要帶你買進 對不對 好 我想問各位 今天台股大跌140點 8月份的第一天 台股馬上大跌140點 你有受到影響嗎 是買對照樣未賺錢 當然啦 台股大跌任何股票都會受到影響 但是真正有本質 未來會飆漲的股票 是它被影響的機會就比較小 它未來大漲的機會就比較高 是說你買對股票你會大賺 你未來就會大賺 所以說我仍然看漲 買技等著大賺 好不好 那如果你還沒賺了 沒有關係 請你跟上腳步 給你最大的幫助 帶你買標股賺大錢進廣告 上核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核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精準提供第一手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鎖定市場最強的主流斧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海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責包 為了明星不凡難免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彼此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精準提供第一手訊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報告 鎖定市場最強的主流斧 讓您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賺的更開心 特海出熱線 02-8101-0600 02-8101-0600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豪華 精品家具 一次都能買其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中間請限制實施中 歡迎再回到現場 想清楚只有誰可以幫你賺錢 再強調一遍 指數已經跌到1500點了 再悲觀 也不是在這裡悲觀 選對股票 買對標的 未來就可以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再強調一遍 你將來有多少錢 就決定在 你現在的決定 一樣一百萬 買到33% 一百萬 一百萬 一百三三三萬 那買不到 然後33% 相信過去一個月 一個禮拜 很多股票一跌就是33% 這是聯發科 今天跳功跌停板 有沒有人敢告訴你 從這一波500塊到現在 一張都沒買 我帶你買什麼 我帶你買的是普瑞 我帶你做的是價差 讓你來回操作 就算你要做聯發科 你也要懂得賣 否則今天跌停板怎麼辦 今天紅杰克也跌停板啊 對不對 股價大漲了好幾倍 你現在去買有意義嗎 你要買什麼 你要買在這裡的股票 那什麼是在這裡的股票 除了我剛才跟你講的南光之外 還有沒有像這樣的股票 我們都準備好了 要利用這個禮拜 台股在徹底的時候 但你布局 一樣啦 你將來有多少錢 決定站 你現在的決定 因為跟對人就可以輕鬆站 那如果賺不到人呢 趕快換喔 因為我們給各位的是三大保證 相信你都會背的啦 我們給各位的是百分之百的什麼 實站 也就是說啊 我們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據 所有的進跟出的動作一定有證據 這才是獲利最大的保障啊 不是每天拿不一樣的掌停板來跟各位分析 對各位一點幫助都沒有對不對 因為我們追求的是長期穩健的獲利 不是一天兩天好不好 所以說一定會有賺 一定會有賠 那賠你不用緊張喔 我會帶你賣喔 指數上萬點 你要懂得賣 會有這種股票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喔 跌了一千五百點 未來啊 落底之後一定有這樣的行情 希望你一定賺得到了 可是過程 這個過程怎麼辦 你一定要 好 避得開啊 你的策略就很重要喔 沒有 人永遠都用同一套模式在操作行情的 當行情不好的時候 你要懂得找最好的股票 掌握它的趨勢 分段操作對不對 請問普瑞 有沒有人 有沒有可能死報活報就一定賺到二錢 不可能嘛 那要怎麼做 分段操作嘛 我帶你買 股價狂飆 老人要不要怕 不用怕 開高走低要不要怕 不用怕 再加碼 加碼完 真的大漲了 噴出了 狂飆了 要不要賣 我帶你賣 飆上三百五十五塊 賺夠了就先賣 可不可以賣 可不可以先把它賣掉 可不可以大賺出場 大賺出場之後 你問老師台股爆跌啊 股票還會大氣 十張賺四十七萬 當然可以啊 等它拉回你再去買 機會跟買點接在眼前 我帶你買 如果你這裡沒有賣 請問你告訴我 你這裡怎麼買 對不對 買不是用講的 是用做的 我買給你看 買完 拉高 台股大跌 你會不會怕 你不會怕啊 因為你是大跌過後才買啊 隔天再大漲 在隔天我請你賣 我不是賣最高喔 此處獲利落袋 站上三百五壓力很大 有沒有 是不是這一天 賣掉是不是長到這裡 然後後面就一 休息 休息了快一個月 那重點來了喔 你如果沒有賣 請問你未來怎麼買回來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賣掉 請你做什麼事情 我請你先去買碩盒 當普類休息的第一個禮拜 6月10號買碩盒 6月12號買碩盒 連續買了兩天 股價大漲 我請你賣 10張97萬 強勢主流股分段操作 賺完就跑 大賺的碩盒或利落袋之後 請你換到普類買回來 有沒有 當普類在休息的第二個禮拜 我請你買的是昂寶買進 有沒有 後面連續大漲了一個禮拜 禮拜一漲 禮拜二再漲 禮拜三繼續漲 禮拜次大漲 禮拜五創新高 請問有沒有行情好外的問題 完全沒有行情好外的問題 當你大賺 你要懂得賣 節目上預告 獲利落袋 我節目上事先告訴你喔 有跟你說喔 又串翻了 對不對 當你數額大賺完了 昂寶也大賺完了 前面大賺普類 賺完普類賺數額賺昂寶 通通大賺完了之後呢 收回現金 轉進普類 買進多單 緊接著 即便你賺完數額昂寶 再回來買 普類都來得及 別忘了喔 前面已經賺了兩趟 應該是說三趟 通通都賣掉了喔 然後賺完了數額昂寶 再回來買普類 普類又大漲了 普類又狂飆了 有沒有 是不是又創新高了 當普類還在漲的時候 我請你再把它賣掉 7月3號 有沒有 是不是還在漲 好 不是賣最高 但是相對高點 請你賣掉 賣掉之後咧 再度大跌 是不是機會又來了 可是如果你這裡沒有賣 我想問各位 這裡你敢買嗎 過去每一趟都一樣啦 只要你高檔有賣 下來你就敢買 高檔你有賣 你可以買數額大賺 買昂寶大賺 回過頭來普類買回來 再度大漲 再把它賣掉 下來你就敢買 對不對 已經跌破325 請你隨便買 是不是隨便買 隨便買就可以隨便賺 有沒有 大漲 狂飆 休息一天 再噴出 公開預告 我請你賣 我賣 我節目上一定有獎 賣掉 當下我就告訴你 有沒有 是不是賣掉了 當你賣掉它跌下來 你可不可以買 你就敢買 站上360 獲利落袋 有買 有賣 再度大賺 我請你先把資金轉到昂寶 對不對 7月14號 這一天 普類賣掉 普類賣掉 買昂寶 昂寶噴出 後面漲不上去 我請你賣掉 買進加碼賣掉 有沒有 上不去就賣 這叫什麼 這叫獲利 再度大賺 然後蘋果發力空 我叫你不用急著去買 那什麼時候可以買 在這裡買 有沒有 是不是在你買 那有沒有可能每一次做都賺錢 當然不可能啊 當你賺了很多趟 賺了好幾百塊之後 當你發現不對 本來是賺錢的 當你發現不對 還是把它賣掉 停損出場 如果你不賣 你會賠更多 對不對 有買有賣 才是真贏家 就算做錯 也一定要賣 然後再去鎖定下一檔 趁這個禮拜 再給我大跌 掌握最好的買點 你就會大賺 還沒賺呢 請你跟上腳步 給你最大的幫助 帶你買標股賺大錢 周宇昭的周宇昭 每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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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上接通电话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 索尼市场最强的主流骨 让您买得安心 抱得放心 赚得更开心 特快出热线02-8101-0600 02-8101-0600 享受舒适带来的宁静与放松 尤其来自斯特莱斯 父亲节优惠专案史诗中 08-09-073-999 加一箱活菌猪肉 全程活菌饲养 自然提升猪肢免疫力 绝无药物残留 活菌猪生产 自动化电载 低温分切 低温运送 一贯作业流程 是从牧场到餐桌 都安心 且外销日本的活菌猪肉 加一箱活菌猪 肥瘦都好吃 降一度 降两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降了 就是降了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第一台不需要安装冷媒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台 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式冷气 免工具 免安装 没有压缩机 不用冷媒 只要146级瓦 真的超省电 它的原理就是融合了冷气